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三個私藏APP 是關於執照或鋪照去使用的 因為我發現有很多觀眾或朋友 都會問我有什麼APP去推介 我發現這三個APP我推介了之後 幾乎是沒有一個人認識這個APP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可以把這三個私藏APP推介給大家 如果你說拍照的話 我通常都是用Foodie去拍的 Foodie裡面我會用FILTER是PL2 應該是頭幾個 我太懶惰了,不想研究之後的FILTER 我覺得這個比較粉色 然後拍出來比較漂亮 比較柔和,我就一直用它 我其實很少收拾高位肥瘦 因為我不想自欺欺人 亦都不想大家看到我身形的時候 原來是又肥又矮又腳短又不漂亮又樣子 其實是沒有用的,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不需要收拾得太過不真實 你說樣子或者高度或者肥瘦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靠幫我拍照的人 就是我男朋友或者我媽媽或者我的朋友 他們去幫我就角度 當然啦,自己的那些 其實上網很多Facebook或者Instagram 或者小紅書或者不同的APP都有教的 那些坐在那裏,不要坐在那裏 只坐在那邊,那隻腳的身度最長 或者你站在那裏的時候,盡量跌高一隻腳 這些令自己看上去高一點、瘦一點 條腿漂亮一點的技術 應該就不需要我教的了 但是如果你說一些完全不可以控制的因素 例如什麼呢?就是我今天想說的天氣 好像我這張照片這樣 原本你看到天氣是完全是舊舊雲 完全沒有任何色彩 不藍得來又不是黃昏 不漂亮的嘛 那究竟可以怎樣做呢? 我就會用一個APP就叫做Picnic 這個APP是超級好用的 那你進去就按Gallery那裏 那你就會在相簿裏面去找一些照片 例如這張照片的天氣是超級灰 有很大的運氣 那所以下面的看到有很多不同的Filter 就是有不同的天空可以去選擇的 那...逐個按一秒 你就可以改變到你照片裏面的天氣了 那我們用Picnic做例子 或者是旁邊的APP做例子 你按多一次其實是可以做到一些手動的調配 上面是可以將雲 究竟是100%它的假雲 還是可以不同的 膠架減減減用你自己背景的雲 去做一個自然一點的效果 下面這個就可以調教你自己其他的氛圍 所以不需要去到橄欖 或者是你見到下面可以變回自己原本的色彩 其實你一按下去就可以看到前面和後面的效果 這個APP是我自己超級私藏去推介 因為太多次旅行也好 你特地約朋友出去拍照也好 天氣不遲如期 但要走還要飛 那都到了 那無謂 難道心情不好不拍嗎 那你這個APP就完全幫到你 你一改變了天氣 心情都馬上好 完全不需要擔心 下雨、行雷、天暗 一切的東西都可以一秒迎刃而解 好了 那之後就要介紹兩個APP 都是用來Post IG的Story 或者IG的Beat 那這兩個APP 其實可以免費去下載 它們都是一些有基本的Template 我自己兩個APP都買了它們的Pro版 那就是一年有一個好像$200-$300 另一個好像$78 就已經可以給了一年 就任用它裡面所有的Template 那我先說了一個比較文青系的東西 就叫做Nichi 那這個APP 你會看到它裡面這些不同的Template 因為我已經買了不知道哪些是不用錢 哪些是要錢 所以大家可以下載看看 那你會看到它們有一些比較柔和系的 又有一些是比較電影系的 又有一些是比較文青系 和可愛系的 那它們的相片通常都是一張到六張 或者九張都有的 所以可以根據你想Post的不同的相片 的數目去選擇不同的Template 那這個APP有什麼是跟一會兒說的不同呢 就是這個APP是可以有些中文字體 是文青系的中文字體 其實非常之易用的 我選擇兩張Template的相片給大家看看 你會看到它們可以按它動動 要大要小 按兩下你可以選擇那張相片 要哪個位置 譬如我一邊是想Focus在口水肩 另一邊是想Focus在樣子 就立即做到的了 那旁邊這些花花想要想不要也可以的 那你就可以加字了 你看到它有日文有韓文有英文有中文的 那我自己就譬如中文字 特別如果我想打中文字 就通常都會用這個APP的了 那你這裏就可以把它較大較小 放在哪裏都可以的了 你看到字體真的很漂亮 好像那些手寫小朋友字一樣 超可愛的 如果你想分享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按下面 左下角就有一個IG的Logo 那剛才的就比較文青 而另外一個APP就叫Story Art 這個APP就會比較像一些雜誌風格 比較像一些商業用途的風格 或者是如果你比較喜歡歐美系 然後一些有個性一點的 都可以用到這個APP的 你會看到它的風格是和剛才那次完全不同的 它是比較成熟一點 那一樣都是會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一張相片 四張相片 六張相片 都會有的 那也跟大家示範一個 就找誰呢 好 找我的鴨仔 其實我帶了一隻鴨仔去旅行 都還沒有上去我的IG 一樣都是按了之後 就可以去教它們的角度 然後 可以教它們的位置 然後這裏 它就沒有太多的功能 剛才Nichy有很多圖案 很多很有趣的貼圖 可以加進去 但是這個Story Art 就只可以加字的 中文來說 它只有這三款 我覺得這三款都不是很漂亮的字 反而譬如日文也有 俄羅斯文 它是比較國際化的 而它的英文字字體也比較多 所以通常我會 如果想打英文做一些caption的話 我就會選Story Art這個 那我們就選擇顏色 譬如選擇 這個天空藍色 然後按右下 其實就可以選擇 你選擇在你的相簿 或者是直接做Story 做Post 都可以的 我就很簡單地跟大家 講解了它們的操作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些APP 其實這兩個ShareStory的APP 有一個不好的缺點 就是它們的大小是很長的 所以如果你們是用來Post story 它就剛剛好適合 但如果你Post在一個適合 它就會剪頭剪尾 或者你要resize 它變得細一點 中間窄了 旁邊有些白色的位置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自己三個真的很喜歡用的 一些收藏 或者用來貼圖的APP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同時是6的下午3點 同時是1的下午12點 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